草头鹿与莫上花、齐白石北漂三部曲 获得了第27届金牛杯铜奖 那么主要研究领域是近现代艺术史和视觉文化研究 他发表了论文五十余篇专著有三部 先后受邀齐白石国际学术研讨会 国立北平艺专与民国美术学术研讨会等重要的学术会议 并做专题发言 非常荣幸今天能请到张考老师 给大家做这样一场线上讲座 欢迎张老师 感谢主持人 感谢朗玉文女士和郎靖山基金会的邀请 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和大家 做一个关于郎靖山研究的一个分享 刚才朗老师可能说的 因为没有看到我准备的内容 所以今天还是主要讲 围绕着摄影和郎靖山先生来做一个陈述 这个说来也是缘分 我大概那天还翻的看了一下 我是14年前 当时还是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 就写了一篇关于郎靖山先生的小文章 当然现在看起来很智能 但是我想在今天能够有幸参与这个 郎靖山先生130周年的活动也是冥冥中的一种机缘和缘分 另外关于郎靖山先生的研究 刚才我看有人在这儿 斯诺曼说这个朗老谁人不识 这可能是从事摄影的领域 或者是一些跟着有关的 相关的关注的这些人 可能会注意到郎靖山先生 但是如果放在一个更宏阔的一个艺术史 或者是一个这种视觉文化的 或者是关于具体到具体的图像的研究领域 其实朗老我可以说到现在为止 关于他的研究 还是不是非常的充分 你包括像中国知网上查 有关郎靖山先生的研究文章 大概也就是百十来篇 然后这百十来篇里面 具有一定学术水种或者研究价值的文章 可能又要筛掉一半 所以你想关于这样一个百岁老人 然后一生有这么多的这种艺术成就 然后他的研究成果 其实是相当相当薄弱的 所以这样叙述了一大堆 我只是希望我今天这样一个 相对比较 相比比较比较粗熟的一个 小的一个个人的陈述 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这个作用 那我们后面的讲座者 会有更精彩的陈述 包括今天如果在座的同号 或者是同学们听到之后 有一点点启发 然后能够进入到对狼径山的这种研究呢 我想这也是这个今天讲座 这个有一点点益处的地方 那我们来开始今天的陈述吧 我看一下 我分享一下 稍等我共享一下屏幕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 好了好了 等一下我全屏一下 好我今天讲座的题目是近代图像中的 家国塑造 以狼径山为例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刚才狼径文女士也说了 她的父亲生于大清朝 一个题外话 就是现在关于 关于狼径山先生的摄影作品 包括一些分岭摄影 或者是她的极景 特别我会重点讲到的极景摄影作品 并没有完全得到这种摄影圈也好 或者相关的 这个评论界的这种认可 他们有时候 他们有一种说法是 过于的这种田径 过于唯美 过于的不关注中国的现实生活等等 甚至把她称为所谓的糖水片的源头 我觉得这种评价 客观来说是对狼径山先生是很不公平的 我们不能拿今天的当下人的眼光 去评述当时人的那种追求诉求 和他的精神状态 那包括以我们当下的这种想当然的 想当然的这种态度去评述于她 那我今天前面会重点讲述摄影在中国流传的 一开始流传的一个状态 拍摄者的立场和他的目的 以及观看者的这种立场和目的 他们的区分是什么 然后我们最后再到狼径山这里 就可以看明白 为什么狼径山先生选择那样的摄影 选择那样的摄影方式 以及对他的摄影做出那样的尝试 他出生于一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晚清动荡的乱世 那我大概列了一个简表 您可以看一下 我就在这里不细致的这个陈述了 包括这个各种的外强的这个侵入 包括我们割地赔款 那在这个新优政变 完了这个我们这包括这个晚清 有一段时间叫同治中心 这个外师的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中学为体西邪为用 当时大量的西方的这种新兴的事物传入 我们也像以西为师呢 然后有一段所谓的中心状态 但是这种所谓是要加上双影号的 那就在这个状态中的1892年的 狼径山先生诞生了 但是很不幸在他诞生后的 后两年这个甲午战争就爆发了 中晚清的这个国运就由此 就是一去不复返 一直到12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狼径山 包括他到了民国之后呢 狼径山先生活了103岁 是一个世纪老人经历过晚清 经历过这个民国民国要分开的啊 1927年之前是北洋时期 1927年之后是国民政府时期 包括37年这个卢宫桥事变之后的 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 包括后来到了台湾 一直到了90年代 漫长的这样的条约呢 他经历了中国种种大的时代动荡 那在这样的大的时代浪潮之中呢 狼径山呢在不停地做出他自己的艺术的这种追求和追溯 而且这个事情他一坚持是坚持了数十年啊 这种状态人生的这种 从事这种一个事业的状态 我觉得最起码都是应该获得极大的尊重 那更不用说他后面 他所探索出的那样独特的这种摄影的方式啊 我们会说 所以说对于这种历史的认识 包括历史人物的认识 我还是秉持一个叫基于同情之理解啊 前辈所说的 我们还是要有一种同理心 一种同情心 共理心去把这个人物前回历史原境之中 去进行一个理解才能更加充分的 立体的认识到这样一个人物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朗金山的这样一个时代做个小小的简介 我们再来看这个摄影术呢 然后发明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这个发明 然后呢迅速的在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 但是这个传播也要是加上双引号的 你包括它在中国的传播 传播呢也是随着他们对于中国这种入侵 对中国的战争的进入的程度 以及各地赔款 各个地方的深入的程度 这个摄影才逐渐的从中国的沿海 然后渐渐的进入到了中国的内陆 这样一个传播的过程 但是跟西方这种摄影术 在西方传播的状态不一样的是 西方的摄影的发明 包括它极大的在欧洲的这种利用 和这个拍摄 然后这种现实的应用的状况之间呢 极大的改变了影响了 推动了他们欧洲的这种整个的 尤其是油画的啊 绘画的这个风格的这个流变流程 但是在中国呢 其实这种摄影 对于中国的这个绘画的影响呢 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在当时来说 刚传入时的跟欧洲是不一样的 是微乎其微的啊 当然也有影响 我们后面会简略地讲到 那跟这个中国一样 其实这个摄影术 刚刚这个在欧洲这个 在这个达盖尔发明之后呢 在欧洲这个进行一些拍摄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对这个摄影呢 也是有很多这种恐惧心理 然后有一种 就有一种这种逃避 或者是害怕的这种恐惧心理啊 这是这个法国的这个摄影师 纳达尔他后来的回忆 照相有如妖术 与怪力乱神龙为一谈 人们觉得这个摄影师 如同巫师啊 因为他们真的不理解 那么一个小方盒子 就连那样快门一闪 然后呢就会把自己的影像去放在那里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很神奇的事情 那借助冥王的力量 能用相机摄取了他们的恐怕 这个观念跟我们后 跟我们后面看到中国那种 是有点相似的啊 有点相似的 这种恐惧和受教育程度无关 当时刚开始这个新兴事物的接受 看来就是中外 同心同理啊 都是一种恐惧排斥 一种恐惧和排斥的行李 上至亲王下至黎民百姓 面对相机都会瑟瑟发抖 即使现在最有知识和智慧的人 也是相机如瘟疫退避三摄 当然这他说的只是当时 达盖尔发明这个 就是这个摄影术刚开始传播的 那十余年那种状况 到后来当然是有很大的改变了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但中国对于这种西方的摄影的接受 他的态度是什么样子呢 那在中国长达这个 当这个税务总监啊 这个英国人赫德 他就在1864年有一个回忆啊 最近谣言四起说 外国人来买中国孩子 然后挖去他们的双眼去拍照的药剂 最近总有孩子被绑架失踪 官府抓了一些中国人贩子 据说他们会给孩子下一种黄绿迷红汤 那这是这个当然是一种民间的谣言 因为大家要注意就说是 摄影术在中国的传播 它是伴随着西方这种猎强侵略 侵入中国的战争深入的程度而展开的 所以它是随着这种摄影术 包括这种照相的这种 相片啊 这种图像这种成型的过程中呢 它是随着这种尖船力炮打进来的 而不是那种温文尔雅的那种传递进来的 给人一种舒适愉悦的状态 本来这种中国的民间的一般的民众 当然也上至这种官员体系 他们对于这个我们的叫做这个怀柔远人 这个天朝上国 历来呢就没有这种这种这种国家概念 对吧 都是天下一家的这种概念 所以他们对于西方本身就由于这种战争 把他们给打怕了打服的状态 那就是一种反抗一种害怕一种恐惧 这种状态 所以他们由这个战争附助而来的这种摄影术 对于中国一般的老百姓来说 那更是一种让他们无法理解的 甚至是会对他们主动的产生一些 攻击诋毁的一种 一种牺牲的所谓的蹊跷灵迹 包括这个学者叶昌赤 他在1900年 这个还这个摄影术大家想一想 因为其实摄影术传出中国是很早的 18四几年 然后鸦片战争结束之后 这个摄影术就到了中国 最早在中国拍摄的 中国人就是这个外交官齐英 然后到了1900年 这已经过去了数十年了 四五十年了 这个叶昌赤的回忆里面 还说是前阅 告他母照相馆被烧 搜出广东仙丽芝 传官以为挖人眼珠等等 然后跟贺德的这个谣言 你看相聚了36年 还有这样的这种谣言传播开来 可见摄影术在对于中国人 这种潜在的这种心理状态 包括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的 这个很有名的一篇小文 弄照相之类 这个在于他这个坟的集子里面 当然他这也回忆到说 照相似乎是妖术 闲番年间这些照相呢 家产被仙家人捣毁等等等等 还是有一种恐怖 你看不爱照相 因为一照相呢 就会最大的谣言 是会被射红射破 另外呢还不能拍半身像 为什么呢 应该像腰斩啊 腰斩这样的流传 那我们看了这种 关于西方摄影 刚传入中国 种种种种的这种谣言也好 诋毁也好 或者对他的恐惧也好 其实当时逐渐的 也有一些 接受了中国摄影的这种群体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接触这种摄影的这种群体呢 呈现出一种两极分化的状态 什么是两极分化呢 一种呢就是 一类非常乐意接受摄影的 是中国的这种 当时的高级官僚体系 从慈禧太后 到下面的这种各个地方大园 他们对照相呢 照相摄影术呢 反而是一种 逐渐一种接受的过程 那另外一种极端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沟兰瓦舍的这种娼戏 他们对于这种新鲜的摄影术呢 表现的也是一种 非常开放的态度啊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往下面去看 这是这个慈禧太后 他那个拍摄的这个照片啊 他当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也是一个爱好 这个摄像摄这个照相你发烧友 他曾经把自己的照片呢 还这个映形 就是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分发给属下的这种大臣啊 作为一种恩赐 作为一种恩赐 而且呢 他还喜欢玩这个 现在我们现在才 现在很流行的这种科普赖 然后把自己扮演成一个 观音菩萨的这种形象啊 观音菩萨这种形象 然后你看左边这个图像里面 让这个 他身边的这个大太殿里联姻 扮演伪陀的这种意思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你要明白 此题并不是一个 一个爱好摄影的这种 爱慕虚荣的也好 或者是喜欢新奇玩意儿的这种 摄影的这种 对于摄影这种感兴趣的 这样一个女性形象出现 你要明白 他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把自己做的 观音菩萨这种形象 摄像 然后在公众的中国媒介 在公众的领域里面 传播开来之后呢 其实是给大家一种 大家知道这个观音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里面 所谓观音菩萨 救苦救难 他把他自己的 这种太后的形象 帝国万卿 帝国的实际掌权者的形象 塑造成一个观音的形象 其实也是想想大家 去传递出这样 这种一种 把政治结色 附加在一个 宗教的这样一个角色里面 去给大家传递出 一种教化的这种功效 这是他希望 这种视觉观看 让观看者 能够接受的一种 因子 这是一种最高的 这种权力掌控者 他对于视影的这种利益 他不光是一个被动的 被拍摄者 他已经很主动的 把这个摄影的这种功能 去转化过来 然后去控制 去传播这样的状况 那包括我们这个 晚清的这个重臣 李鸿章 他当时也有摄影 这是一个黑白底片 然后拍完之后 手工上色 在当时也是非常流行的 一种照片的一个方式 那还有这个 袁世凯的这个很有意思 很有名的这个袁尚渝们 大家知道这个 他的这个庇护人 自己最大的庇护人 自己在1908年过世 然后当时的 这个皇清 那个清族 这个就是所谓的 满清的这个 贵族政权掌权之后呢 袁世凯呢 就不得不这个 把自己的芬芒 掩藏起来 退去这个河南的这个老家 然后在这幅照片里面呢 他把自己扮演成一个 这个寒江独调 苏立温的这样一个 这个 这样一个影艺人士 或者写艺人士 然后把这张照片拍摄 传播出去之后呢 其实也是一种政治表达 你看我已经 这个寒江独调也好 我已经就是退隐江湖 恶想山林 做一个钓鱼温呢 我并不想再参与 任何的政治纷争 或者是政治斗争了 它是这样一种 视觉上的表达 那大家知道 其实就在这张照片 是1908年所说 也就是短短的三年之后呢 他与南方的那位 松中山先生 算是联手 把我们的这个 大清地区的这个买葬掉了 这个买葬掉了 当我们看来 这种高官对于摄影的接受 那另外一种这个 对于摄影的这个 摄影接受的这些人群是什么呢 是当时的这种娼妓 娼妓 他们呢 首先因为他们的职业的职业 然后他们的相对 是比较这种开放的 面对这些新兴的事物 然后是比较敢活得出去的 他们不怕被射红 不怕被射破 不怕被腰斩 拍照等等东西 另外呢 这些照片当时大部分的娼妓 是活跃在上海这个地方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上海开部之后呢 十里洋场 各个租界过来之后呢 包括西方的很多的这种 新兴的事物过来之后呢 在上海这个地方呢 其实在晚清是极为兴盛的 它是一个 类似于奇观的存在 有很多新兴的事物杂揉在一起 然后去呈现在那里 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翻阅一下 这个吴有如主编的这个 这个典时战画报1884年首创18930毕刊 在他这个里面其实记录了晚清很多的状况 包括上海当时一些流行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当时其实是非常前卫的 至少在上海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王德威先生呢 在这个有在大家一般认为这个五四运动 是因为这个建立民国 然后各种的冲击 然后形成的这样一个运动 其实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断言 叫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其实种种这种前卫性质的实验性质的 包括这种代表西方现代化的 现代性的一些物质 都已经传递开来 在上海为一个发酵地 渐渐的发酵散发开来 到北京散发到广州 散发到吴地 散发到南京等地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呢上海这个地方 在当时是一个 某种上是最前卫的地方 最前卫的地方 那这些妓女呢 这些娼妓呢 他们对于摄影是非常容易接受的 非常容易接受 这是这个1884年 大家看也是相当的早了 这个户上的照相馆多之数十家 这个照相馆已经很多了 而你三马路这家手去一指 柳相娇娃 黎原妙选 乌不欠气 映臣小福 一正所欢 把自己的照 把自己拍上照片之后呢 一方面呢 是类似于现在的这种街头广告一样 对吧 大家去坐地铁 或者是坐电梯 都会看到那些广告 他当时呢 就是这种通过这样一个照相 照片摄影术呢 把他自己呢 作为一个宣传 对他自己的形象 做一个宣传 这样会让他的生意会好一些 会有更多的恩客 前来盆场 另外一个呢 比如赠给自己的相好 然后呢 这个你去哪里 这个温从一番 然后离开之后呢 时不时在你的前家里面 翻出我的照片 对吧 还能想起我 还能再回到我身边来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可以看到当时拍到右边 这个照片 可以看到一个外国人呢 然后拉着一个中国的 这样一个娼妓的 但是娼妓是女扮男装啊 当时这个娼妓 这种女扮男装 也是非常的兴盛啊 非常的兴盛 角色的这种置换啊 其实满足的是一种男性的 从男性视角的一种凝视啊 有欲望的这种 视觉欲望的满足 那左边这个照片 这个主角呢 就更有名了啊 这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 赛金花女士 赛金花呢 这个身世比较凄惨啊 她早前在这身世 历成年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个 就是进入青楼 然后被贩卖到青楼 然后后来呢 又变成了这个 当时这个 中大清国初始欧洲的 这个红军啊 外交官红军的 这个儒夫人 小切 也不算是那个 正当啊 当时呢 是 应该是她的正式 夫人不愿意出国 因为水所不服 或者是一人一族嘛 所以呢 赛金花就 这个相对比较开放一些 就跟随出去 然后就 后来回国之后呢 这个红军病逝 她又重回这个 烟花场所啊 重新当起了这个 这个 干起了旧的工作 后来这个八国联军 入清华的时候呢 民间谣传她跟这个 德军统帅瓦德西呢 是有 促成了男女朋友关系 然后呢 也通过她吹枕头风 然后 这个 让瓦德西得以 命令她的部队 不在北京城 生灵涂汰 老百姓得到了保护 所以直到她病逝啊 这个赛金花 虽然在民间 是毁于惨犯 但是当时 这些谣言者呢 都把她当做一个 所谓 保护老百姓的 这样一个 护国娘娘啊 把她称作 护国娘娘 甚至当时 还有人作诗 叫做这个 把她跟这个 铁骨珍珍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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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真卿 这个相比啊 这个 这个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 这个很有意思 其实就是 这些风语者啊 这些谣传这个 谣言的人 其实他们哪里 不知道当时的 真实情况 是什么样的 这种谣言 其实有时候 是主观的传播 其实这个背后的 隐意是说 当时真正应该 保护 大清国 黎明百姓 抵抗外污的 那个人 就是之前 在那个照片 这个照片里面 扮演观世音菩萨 应该来救苦救难的 那位老太太呢 已经跑到我们 大西北去吃药 羊肉泡魔了 那保护我们的 反而是这样一个 分成女子 国将不国 乱世之际呢 这个太后 不如妓女 这其实是当时 这种谣言传播者 所希望传递的 一种隐传的信息 隐飞的信息 提外话啊 大家可以看到 当时这种 关于这种 这种摄影照片 这种唱剂的摄影照片 底下还有一些 这种 类似于竹之词的 这种 这种 小词小调啊 给他们做一个 评价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当时 西方这些摄影家 或者是中国的 这种摄影师 他们在这个摄影术 传入中国之后呢 这种摄影的观看方式 都有什么呢 这个里面大体 我分了四类 一类是什么 就是猎奇 满足一种猎奇的心态 满足拍摄者 通过摄影的这个拍摄 然后通过摄影术呢 然后呢 对这样一个 跟欧洲 遥远的欧洲 那么相似的一个 完全陌生的国度的 这种人分土人情 包括自然景观 他拍的一种 就是他带着一种 猎奇的心态 然后这个拍摄的照片呢 观看者 其实也是带着 猎奇的一种心态去观看 第二种就是探验 那支撑 这种猎奇的这种照片 一类都可以归入 第三类就是商业目的 摄影术在中国的这个 在中国的快速传播 以及后来的广 上海的那么快速的发展 就离这种 也离不开这种商业化的 这种进程的这种 分厚程度 第四个就是他者化 什么叫他者化 你们后面再说 那很有意思 你可以看到 这是这个最早 这个顶时摘画报 吴有如 所谓点时摘画报里面 有一有一帧 我特意找到的 叫应兆志祺 他这个主要描述的是什么呢 说这个 太息照相之术 流行于中国 不论人物 怎么怎么样 先毫必献 等等等等 然后呢 德藩亨利 德国的外交使官亨利 来华规刑见这个皇帝 然后呢 一帮随从的大臣去陪同 然后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 但是呢 他这个里面 其实因为这个点时摘传奇呢 点时摘这个画报呢 面向的观者 你知道当时中国的十字率 是应该不到1% 就是只能更严格一点 说1%2%吧 十字率 大部分人只是识图 所以呢 这个点时摘画报 在当时中国是非常的流行 传播中国的外省内陆 十几个省份 应行量是非常大的 就因为他这种 以图 就是图文并茂 以图说文的这种形式 在这个里面 他讲的是摄影 也是讲的是摄影术 但是他还是 满足了一般民众的一种 所谓的猎奇的心态 你跟他说拍什么 都能拍特别清楚 均映成照片 朗若烈眉 只有照这个国子间的 这个店的时候呢 弥漫不清 变为黑气 等等等等 然后意志 不即可意 其实这就是跟中国 这个传统的 所谓的称伪之学 就是明明中有一种 征兆对吧 国将不国呀 或者有大事发生 都会有一些异兆出现 他用这种中国民间的 这种称伪之术的观念 嫁接到这样一个 这个西方的摄影术里面 来获得一种大众的 这种满足大众的这种猎奇 对于西方这种新术的 猎奇的心态 那我们看一些商业的 商业的拍照 这都当然这是比较晚近一点了 你比如这个三六年 这个一个照相馆广告 他拍了这样一个 当时这个民国的报刊业 是非常兴盛的 非常兴盛的 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报刊杂志 然后印刑出版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也里面有很多的 这种商业广告 商业广告的存在 那这个很有意思 他这更多的是 拍上这个半裸的 这样一个女性 坐在浴缸中 然后他的名字叫做 一位想圣名的 现代无名作家 极其著作 一个想圣名的 极其无名作家的 这个著作 这样一个很 有点带点 带点这个矛盾的 这样一个说法 获得一个眼球 获得一个眼球 那右边这幅呢 是邵雄美 著名的这个诗人 也是出版家 邵雄美自制的 服务漫画摄影 这种这个某种 也可以算是一种 极景吧 大家知道这个极景呢 并不是这个 狼静山所独创 但是极景的内涵 是不一样的 那个极景照相呢 之前在传入中国之后呢 刚才也有很多 比如说把一个人呢 通过这个暗房的技术呢 变成这个景象 就是镜像的 对称的放在一起 一张照片上 两人同时出现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拍照 就很流行这种拍照方式 自己变成两个人 然后就是在一个景点 那站在那里 然后这边站一个我 这边站一个我那种镜像 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 但是这个早在这个期末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 邵雄美夫妇呢 通过这种 你看像这种漫画卡通的形式 然后把两个摄影头像 然后嫁接在一起 出来一个制造一个 这种特别 特别这种新奇的 这样一个效果出现 特别新奇的效果出现 那很有意思的 还用这种摄影书 还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就是做这个具体的 这个储蓄广告解说 你比如说当时 中国的实字率不高 很多这种劳苦大众的 一个字都不识 那比如说他在这个 大上海的这个实力洋场 去给别人当运工 然后那个发了工资之后 该往家里汇款怎么汇 那他表也不会填 名字也不会写 怎么办呢 进了这个储蓄所 那个储蓄所的人 要给他一下一下解答 那一天生意就不要做了 所以当时他们也一利用了 这个摄影术 然后做成一个储蓄广告 在这个里面 告诉你这个表上 应该填什么呢 都用这种照相的 这种相片的形式放在里面 那你一目了然 就可以了解这个状态 是什么了 那前面是这个 包括有一些中国人的拍摄的 或者是一些希望人拍摄的这种状态 那我们再看一些 当时在中国 一些最早摄影记者 比如说这个 菲利斯比特 英国的摄影家 还有这个托姆森等人 深入中国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但是他们的视角 就是不一样的 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郎进山后来 要选择拍摄那样的风景照片 他的动机 跟他的这样所处的时代 他所看到的这种 视觉的这种冲击是不一定的 这些外国的摄影师 关注的是中国的这些民众里面 这种残垣废墟的状态 或者是一种底层百姓的这种状态 表现的描绘都是这个 这种已经成为荒草 这个从生的这个秦宁殿 然后这些劳苦的工人 育婴院 包括干杂工的这些工人等等 那包括这些 很有意思 他当时还流行一种摆拍 然后呢 让这些 至少对西方人来说 是很陌生的一种人物 或者状态 这个可以看到是一个审判的现场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明显是一个 像一个布景一样 大家站在那里摆拍出来的照片 背景居然放了 这关公周餐和关屏 这完全就是一个 莫名其妙的假机 莫名其妙的假机 那包括这种西方人 所不熟悉的这种吸取人物 在当时呢 中国的 中国的摄影师 也会受到西方的摄影家的这种 西方的摄影的需求 然后他们也会拍大那种图片 去迎合这种 西方的这种受众 西方的受众群里拍的这些图像 包括西方的摄影师拍摄的 我们中国的这些 很糟糕的一个习俗 就是对女性的这种缠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对一个女性足部的特写 女性足部的特写 这些有些摄影师呢 都是要又花 这些西方的摄影师是要花钱 掏钱请这些 一般的非常贫苦的老百姓来摆拍 那我曾经看过过一条文献是 给大家之前看到一般的老百姓 对于摄影师有那样的恐惧 但是他们有些人为了挣钱会到什么程度 会让家里快要过世的老人 然后呢去抬到这个照相馆里面 然后让这个西方的摄影师给上几元钱 然后让他们去拍摄 然后再把老人抬走 来作为一个赚钱这种目的 赚钱这种目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给之前大家看到这么多 至少在这个 这个这个清末之前 这种西方的摄影师 包括他们拍摄的这些中国的照片 以及所体现的这种东方的趣味 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呢是突出东方古老的这种 神秘衰败凄凉 和其分异俗 其装异服体力劳动 给大家看到了啊 干嘛呢 他就是为了突出上处在古代的 中古时期的东方 和我们正在进行工业革命 代表近代文明的西方的差距 包括里面大量的古的塔 古塔 古牌坊 神秘的时刻 繁重劳登力的场景 这些东西在西方人眼里 都是典型的中古社会的社会表征 是他们的前工业文明之前的这种状态 这种照片呢就会给他们带来一种 视觉上的愉悦感和心理上的优越感 又流行了 又迎合了当时在欧洲所流行的一种怀旧情绪 什么呢 当时西方社会处在这个古典文化崇拜的最后时期 有古典意味的照片 深受所谓有教养阶层的喜爱 他们是购买照片的主要社会群体 许多拍摄中国题材的西方摄影师 在中国拍摄大量破败不堪 带有凄美意味的古塔古斯古牌坊 这些大家要注意 到现在有些人在写文章什么的时候 还觉得分析这些摄影师 觉得他们是热爱中国文化 热爱中国的人文景观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 他们只是觉得拍摄这类东西 能够卖个好价钱而已 卖个好价钱而已 第二点是扑出东方的这种 父权制和等级特权 他拍了很多小民下跪 在这个这种照片 当时在流传 当然也包括一些所谓的 雄奇的自然风光 尤斯福洛克的照片 美丽的这种所谓的香格里拉等等 然后还有拍什么的 中国的酷刑 这个酷刑很有意思 其实在当时中国的外销西画 在广州开始流行起了 外销西画里面都不能体现出来 当时画了很多中国人 被腰斩被砍头那种作品 然后就卖到国外去 其实那是因为照相说 还没有在中国流传的时候 外销西画里面的这种画作 其实某种上是 代替了当时摄影术的照片的功效 中效 大家话又说回来 其实摄影术传入中国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 应该是当时对外销西画的群体 然后当时很多人就把 对外销西画的这样一个绘画作坊 或者产业链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几乎是毁灭性的 然后后来好多画外销西画的都去了香港 或者我们去开照相馆等等 其外画 然后拍摄手法上典型的表现为摆拍 刻意捏造他们想要的符合西方社会想要的中国社会的生活场景和情节 就像给大家看到刚才那张摆拍的这种包括吸取人物 包括那种审判人物的那种状态 都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通过之前这些所有的对于摄影术刚传来中国的这种 包括拍摄者他为什么要这样去拍摄 他看到什么 他想让观者看到什么 包括观者从在观看摄影 他想获得什么这种动机 分析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狼静山这里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就是稍微延展开来 就是摄影对这个中国绘画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因为我自己做了一些有关齐白石的小研究 那像齐白石这个早年所绘的这个黎夫人像 这个我看原作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奇怪 因为整个这个整个人物的衣纹地面的纹饰呢 其实用中国传统这种工笔的这种重彩的形式去描绘出来 但是人物的这个面部呢 完全像这种一个摄影照片的效果 然后拼贴上去 就一个视觉上给我看起来是有一种特别 特别特别特别不舒服的一种这种这种拼贴感 那后来就齐白石也后来的回忆里面 就说当时这个照相处在他们湖南之后 还不流行 所以他们画小像的还是很流行的 但是虽然没有明确说明 但是应该当时这个 还是多多少受了一些照相术的影响 包括当时的风尚 那包括用这种摄影 像类似于摄影照片的头像 象牵在这个中国传统人物绘画这个身体里面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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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是屡见不鲜的 包括后来大家想到的这个康南海行乐图 等等一些照片里面 这个人的头像和他的身体 完全是中西两种视觉美界的那种形式的架接 架接形式 你看这张照片就很有意思 我找到了这个中国人的开的所谓的阿芳照相馆 他拍的一个中国官员妻子 身上穿的这样一个格子也许是告命夫人 但是他服饰不一定对 这种分官侠配的这种样子 然后你可以看到跟这个齐白石画的黎夫人像是非常相似的 然后呢这个右边这个照片的一个中国将军的照片呢 这个是当时也很流行就是手工上色 拍完照片成像之后呢 再在上面用这个相关的颜料去进行谷测最后的成像 所以这个黎夫人像很像这种照片的形式的一个拼贴 叠加出来一个效果 叠加出来一个效果 一点小小的延伸 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最主要讲的主题 就是郎靖山先生 之前给大家看了那样一个大 就是一个大的比较宏观的视角摄影术 传入中国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后面再理解郎靖山的摄影时候 可能就有一些 他为什么要这样去拍 就有一个小小的理解了 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郎靖山的介绍 因为这个是第二讲 我这个我还是把郎靖山的一些 生平状态呢 给大家讲一下 然后呢有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 是要延续很长时间 到后面还有很多老师 会有一些非常精彩的陈述 那我这个就是拋转引玉 把一些基础性的东西 给大家做一个陈述 郎靖山先生呢 是1892年生于这个江苏淮英 祖籍呢是浙江兰西啊 他的父亲郎靖堂是清朝五官 年轻时曾在这个 湘君墓湖里面这个认文案 他的父亲郎靖堂呢 是能文能武 雅浩书画古文金句照相 这很有意思啊 这个在这个湘君这个里面 我曾经看到过一条文献 这个曾国藩的儿子曾继泽呢 就很喜欢照相术 所谓是所谓是湖南照相 这个深暗照相第一人啊 看来这个照相术在当时这个 湘君的这个高层里面 还是相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流行的啊 郎靖山呢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胸涛成长起来的 习书画画 刚才这个朗玉文女士已经讲了 就十几岁就已经会画非常好的 这个中国画了 这是跟当时的这个 佳学是有关的 1904年呢 郎靖山就读于这个上海的南洋中学 这是一个算是一个 唱办的一个兴式中学啊 他在里面不光教授我们传统的国文 还教英文算术历史地理国画等科目 然后他在这个里面碰到了一个国画教师 叫李靖兰 李靖兰呢可谓是郎靖山先生 这个摄影的启门恩师啊 因为他利用这个 他受这个绘画课的课外时间 组织了一个照相小班 教授学生摄影 然后郎靖山的一些基础摄影 知识摄影里面就在这个时候是 打下这个打下了基础啊 打下了基础 打下了基础 到了这个1912年 这个郎靖山呢就进入了这个 也就是民国元年啊 郎靖山进入这个申报工作 后来被提升为这个广告部的主任 1919年之后呢就开始单干了 成立了自己所属的这个靖山广告社 广告社受到当时这个新加坡首付 就是这个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这个鼎力赞助啊 胡文虎是非常欣赏他的才干的 于是呢将他旗下的这个 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些产业里面与广告相关的 都交给靖山广告社代理 然后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金主啊 这种稳定包括这种非常稳定的业务支持 不仅维持了广告社的正常应用影 也成了将后以后将近30年这个郎靖山 这个最主要的这个这个这个他的摄影生涯也好 这个事业也好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经济来源 和一个强大的后盾能 然后呢他积极投入到这个这个这个商业广告 这个广告这个业务里面去啊 一段时间他同时能够代理这个两大这个 当时很流行的两大报纸申报和时报的广告业务 时报时报的广告业务 那这个而且他呢也是这个非常的这个 在实力洋场的社交文化里面呢 也是非常的活跃 从这个望庭街上的这个报馆同行 当这个街道的这些报馆都是开在一条街上的 相互竞争又相互这种互相的这种学习 到书画家们都是多有交往 都是他交往的对象 这个给他的事业发展积累了非常丰厚的这个人脉资源 他的身份在这个时候也是非常复杂的 他某种的既是一个商人 又是一个广告代理人 同时呢又是一个摄影家 同时是个摄影家 另外我们抛开这是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商务商业事务这边就不讲了 就可以看到他成名很早 然后呢至少在世俗意义上 事业上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那包括像胡文虎啊 这些人的支持之后呢 他早早的就获得了我们现在所谓的财富自由啊 财富自由 但是他并没有躺平啊 并没有在这里去躺平摆烂 那给我们的话就觉得 这个有吃有喝 然后呢这个资金分厚呢 那我们就这个去就躺平就好了 干嘛还要这么努力呢 但是不一样啊 不一样 郎靖山呢在这个时候呢 他把很大的精力又投入了他的这个摄影事业这种 摄影事业这种 当时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呢 有很多社团新兴的社团引线 北向北京大学就组建了什么静德会啊 音乐会啊 新闻学研究会 哲学研究会 在1923年的冬天呢 北大就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摄影团队 艺术社团是什么 艺术写真研究会 后来改名为光社 而他的发起者呢 就是郎靖山当年在南洋中学读书的这个校友 黄振玉 1928年的郎靖山在这个上海就参与成立了这个中华摄影学会 简称什么呢 华社 而华社的这个事务所就设在人家郎靖山的广告社里 处理日常活动 然后并在这个28年的3月 华社举办了第一次影展 然后这个展览是非常的成功 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啊 被当时上海同仁称为摄影界的一次大集合 然后由此之后呢 四川河南 包括像武汉山贵林这些省市呢 纷纷组建了摄影团队 而上海的一些主要的大学 比如圣约翰大学 复旦大学 大同大学 沪江大学 同济大学等相继成立了摄影团队 不得不说郎靖山他们的华社呢 是开分在户上 是开分期之先 并且引领了当时一个摄影发展的潮流 然后展览之后呢 这个时报就拼郎靖山为这个摄影 专职摄影记者 那他成了也就成了 由此成为中国报业史上 大家要注意到 中国报业史上 报纸配备有专职新闻摄影人员的最早记录 换句话说 郎靖山就是中国报纸专职摄影的第一人 专职摄影的第一人 那这也像郎靖山等一批摄影的专业从事者 包括现在大学里面的这种爱好者社团 这样的纷纷涌现 到了1929年举办的第一次全国美展的时候呢 摄影已经被视为这个美术品的一大门类 正式被列入了国家级的美术沙龙里面 当时这个展品的分类和数量上 就可以看出它的比重占得非常大的 书画作品是1231件 然后西画354件 这个工艺美术288件 然后下面就是摄影是277件 可见当时在摄影 至少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金户等地 是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 有这个社会影响力的存在 在这个时候呢 郎靖山也获得了官方的认可 他担任了此次全国美展的 这个摄影类评选的委员 是一个话语权的人物 在这个时候呢 他的摄影题材呢 还是比较广泛的 进入风景肖像 人体均有所涉及 虽然技法是很娴熟 但是并没有形成非常强烈的这种分隔 非常强烈的分隔 那这个陈生先生呢 他将这个郎靖山先生的 这个作品的大理分为六类 一个是优质的底片类的 纸质的底片类摄影作品 人文这个 纪实类的摄影作品 极景摄影作品 人像 女性裸体类和现代摄影作品 我接着那个姚璐 我们中央美院的这个姚璐教授 姚璐老师 也是我们前辈 姚璐老师呢 他这个分的更加的这个 更加的这个调分履歇 我觉得分为四类 就是郎靖山的这个摄影的题材 主要是人文的即时摄影 还有这个 这个肖像人体摄影 包括他在中晚区 到了台湾之后的一些 实验类型类的摄影 以及他的极景摄影 大体分为这样的四类 分为这样的四类 那郎靖山不仅在这个中国 在上海这样的环境里面 在做了一些会 这个摄影的这种活动 他也参与了这个 我可以看见 这是他的一个 我做的一个简表 那看一下照片 这是郎靖堂 他的夫人 还有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母亲的一个合影 那么右边是他的启蒙 算是他的这个 摄影启蒙老师 李靖兰的一个照片 这是一个郎靖山的年表 那他不仅在这个中国 在北上海活跃 他也积极的参与这个国际的 这种摄影的一些活动 然后包括这个918事变 东北龙县 包括1932年128 松户卫战 这对于当时活跃在上海的 这一批中国人 因为他们 这个大家都看过800 对吧 那电影 就真的是在眼前 亲自观看一个西方 一个一个 一个自己 一个一个小弟 然后就这样的来中国 去进行一个强势的侵略 我想如果我们身临其境 在现场的话 看电影的时候 我们都会受到很强烈的冲击 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身临其境 真的在现场去观看 那样的一个场景之后 我想当时对每一个 具有这种民族的 这种心态的 这种中国人来说 那不至于 就是灵魂的冲击 而这种冲击应该是终身的 我相信郎靖山先生 也是在那个时候 受到了这样的冲击 才开始了他的这种 激进摄影的探索 包括他积极的参与到 这种国际化的摄影的 这种活动里面去 来为中国的摄影去证明 去证明 然后呢 他当时就说是 我的宗旨是什么呢 将中国好一点的 风景文物拿出来宣传 纠正外人对中国社会的 错误观念 然后呢 他和这个好友 也是同事摄影同好 黄仲长 许子英 组成了三游影会 专门将这个摄影作品 自己的摄影作品 寄到国外的各种摄影 沙龙里面去 他们只要看到 不考虑作品能否入选 只要有展览会的消息 便寄 只要能搞到地址 搞到这个邮寄 黄仲长 现在没有声音 阿老师先停一下 沈老师 能听到吗 现在听到你的声音 不好意思 现在能听到吗 现在OK 可能是因为刚才有人 突然进来 然后我这边控制了一下 现在能听到吗 现在可以 你们能听到我就行 好吧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我们还是从这里说 然后他的作品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说是在1931年 他在全日本写真联盟 主办的第五届 日本国际写真沙龙的 他的作品 柳狐弄挺的 700多件入选作品之一 当时的这个入选量是很大的 然后当时的这个东京朝日新闻社呢 此次国际沙龙 运行的那个年鉴上呢 在郎靖山的名字下面 特意著名的不是中国 是支那 这两个次眼的字 汉字 然后呢 正是伴随着这种 带有屈辱的这种荣誉啊 击力着郎靖山不停地 将自己的作品寄往了世界各地 到了1937年 郎靖山呢 这种不懈的努力 终于获得回报 他获当选了美国摄影学会的 这个中学会头衔 40年呢 和41年先后获得 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的 初级会式和高级会式的头衔 这个当时分靡上海的 良友杂志呢 在1940年的 1月的第100总 第157呢 制作了摄影技术发明 500年特辑 专门纪念法国这个 达盖尔发明 使用摄像术 记得100周年嘛 郎靖山呢 不仅是发表了 专业的评论文章 还提供了他 自1933年至1939年 与世界各国的 沙龙影展上 所获得的经理入选证书 32章 让良友杂志呢 制成彩色的大跨页 专题予以接载 这个杂志一出呢 就是轰动一时 郎靖山呢 延然通过这样的 成为中国艺术摄影 在国际沙龙展上的 一面旗帜 沙龙展上的一面旗帜 那我们来看他的一些 早期摄影作品 其实刚才 在这个讲座之前 那个放的那样一个 我们基金会放的那样 视频里面 都已经有很多呈现了 看下作品 他拍了很多这种类型 人文纪实类的 肖像类的 实验类的 包括集景 是一个多面手 是一个多面手 包括他拍摄的 这个46年拍摄的 齐白石 拍摄的张大千 他拍摄的人物 都有一种非常这种文雅 田径的这种气质 一种中国的这种 重重的长者的 这种儒雅之气 是扑面而来的 大家再回想一下 我给大家之前放的那些 在西方的摄影师 他们拍摄的中国人们 这种形象 是截然有别的 截然有别的 那这是我找 这是我之前做齐白石研究 找到一张图片 其实很有意思 1946年 45年 看上战争结束 齐白石呢 就是控制北平八年 这个收成也很不好 然后在这年呢 被这个所谓的 北平古物研究会的 张半陶的忽悠相 然后第一次坐飞机 跑到了南京上海 办展览 在当时劫持了 一大批的这个 当时户上的名人 这就是当时的 一个合影照片 很有意思 这是这个 郎金山先生所拍摄 右边是这个 郎金山先生的夫人 雷佩芝女士 笑得非常的开心 旁边是徐悲鸿的前妻 后来跟张道帆 是男女陪恶关系的 蒋碧威 包括杨秀琴 这是这个户上 应该是警察局局长吗 还是司令 我忘了 这个杨虎的千金 杨虎的千金 曹克佳 这是在国立比平一专 学画 后来跟着这个张曼陶 也是跟齐白石学画的 一个画猫的名家 赵青阁女士 这也是一个著名的作家 然后和老舍先生 也是有一些 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题外话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他拍摄的 胡适之先生 和这个余悠润先生 葬为高山西 忘忘故乡 故乡不可见习 等等那种体力磅磅的这种 这种 这种这样一个爱国的这种人物形象 他描绘的这个人物呢 真的都是一种 平常正正的这种中国人的形象 跟之前那种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他拍的这个卢燕女士 非常的甜美 这个卢燕女士呢 应该是生于1927年 就是到今天 我还居然偶然看到 这个卢燕女士还在拍电影 那还是他还在拍戏 他是一个著名的戏曲家 一个演员啊 气质非常的好 今天还在活跃 他拍摄的照片 他也可以看到对比一下 这个右边是 徐彦宏先生在出国之前 画的这个天女散花 也是有非常相似的 但是徐彦宏先生画的这部作品 还是明显能看到 当时上海画的那些月份牌 或者广告牌的那种 那种影响 因为他也从事过这方面的 这个工作 所以他画的 这是1934年吧 这个所谓的这个 暴胡宁斯啊 描绘这个人体摄影 这已经在当时来说 是非常非常前卫的 非常前卫的 大家想象到20年代末的时候 这个就因为这个 这个这个拍这个 上海美专这个画人体模特 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对于人体这种形象 这种接纳呢 在当时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呃前卫的 非常前卫的 但是很有意思 我曾经看到过一张照片 大概在摄影传说中国不久 我所拍的一中国的这个裸体的女性 一个群组 这帮摄影师所拍 当时当时那一批的 那应该是最中国最早的 应该算是逻辑模特 但是不好意思 我在做批衣服 没有找到那张照图片了 但是那一批女性呢 应该也是我之前所说的 那些活在最底层的 娼妓的那些身份啊 娼妓的身份 这是郎静山先生拍摄的这个 这个自然的分景景观 也很远的湾收寺 他非常注重使用这个 光影明暗的这种 呈现出来的这种空气感啊 这种前景中景后景 呈现出这种这种幽静甜淡的这种气质 这种他所追求的这种摄影品格吧 我们会把它如果称为摄影品格 他追求的是一种异格 这种里面可以从人物到他的摄影 其实到他的这个风景啊 是一脉相通的啊 是一脉相通的 夜积描绘在这个月夜之下积水啊 非常的威美 妖精啊 妖精甜淡 就是他到了这个台湾之后 后来他创制的一些片云实验性的啊 这跟当时国际流行的一些 是有接轨的一些实验性的摄影作品 在照片上的进行一些描画 或者通过暗房的处理一些波纹啊 一些叠影等等等等的效果啊 叠影的效果 这是大体的一些 呃就是他四种摄影类型嘛 给大家就是大体看一下这个照片 那我们接下来看 今天就是我重点讲这个极景摄影啊 所谓的极景摄影呢 其实按照这个西方的这种摄影的这种 比较摄影词典上的解释 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就不一一念了 大家看一下几种照片 然后合成一个单独的照片 哎通过这种方式 然后剪辑在一起啊 剪辑在一起 但是郎金山的极景照片和他们是不一样的啊 是他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他自己的承述是这样子 我做极景照片是希望以最写实 以传真的摄影工具融合我国的国有化力 大家始终要注意 他始终是将西方驳来的这种 完全是一个西方偏西方的 现代性的视觉媒介呢 架接在中国传统的绘画的 这样一个价值体系里面去进行诠释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最早接触西方媒介的这些 这些艺术家也好 或者这些摄影家也好 以郎金山为代表 他试图把这种西方的这种媒介 他的拍摄的这种方式和他这种观念 然后呢 转化成一种中国的民族的传统的 然后的一种形象也好 一种话语体系来重新去塑造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这种尝试 这不光是郎金山 我后面还给大家看到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这种尝试 其实跟他的这种雄心抱负 他的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 郎金山最初的动机呢 他自己说是很简单 为什么呢 说起初最初外国人到中国 往往只拍摄中国女人的什么样 三寸金莲 鸦片烟座人力车抬轿的那些落后的东西 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的文化是什么 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文化优美的一面 久而久之 使人误以为这些就是中国 就之前这些给大家看那些图片里面 传回欧洲之后 欧洲他们没有到过中国的人 他们理解的中国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在座的不知道哪位 把他的声音关一下好吧 有杂音好吧 谢谢 我的创作理念很简单 就是把好的美的东西拍出来 呈现给大家 我一直致力在摄影寻找中 美的表现美的方法 把美保留不美的丢弃 于是就有了极井的诞生 大家可以看到他将摄影在这里当作抵抗西方的这种摄影的这样 包括西方的视觉规讯的一个抵抗的工具 然后进行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创作